Hello 大家好 朱春桃 影片協調中心昨天早上公布 由今日起 飛高等學校師生上課或進行活動時 不需要再配戴口罩 今早上學時間所見 大多數學生仍然有戴口罩 可能未習慣 乖女說已經習慣戴口罩 不戴反而覺得奇怪 又說會聽爸爸話 4月才不戴口罩 真是乖 有同學認為戴口罩有助阻隔病菌減低感染風險 亦有學生認為部分場合需要戴口罩 時戴時剝感到不方便 所以寧可戴上一勞永逸 主要為數不多 沒有戴口罩的學生都順利進入校門 培政中學高校長一早立個撻頭 沒有戴口罩度體溫拍照 不知為何會戴上 校方說昨天已經向家長轉發交清局指引 而今天在市面 絕大部分市民和駕駛人士都繼續有戴口罩 雖然政府說你自己決定可戴可不戴 有坐巴士市民說疫情期間已戴口罩幾年 早已成為習慣 家裡仍然有不少存貨 現在市民保護意識高 如果身體不適 亦會自覺戴口罩 有市民說新措施出台後 出外仍然會戴口罩用於防塵 未來亦會繼續購買 以備不時之需 有市民認為 應該一次過放寬 所有場所較為合適 不要放跌不放跌 也有市民說 內地已一早放寬 認為澳門放寬措施太遲公佈 戴口罩當然不太好看 而且有點焦 但優點或好處是可以防止部分傳染病 你看這幾年除了新冠 基本上流感和手足口病都少了 有好有不好 戴了三年 現在突然說不用戴部分人 有些不習慣戴著 有些人早已不戴 這是個人選擇 有戴到不戴 相信都有一定過渡期時間 讓大家適應 好 這集就先看一看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未截圖而為碼 多謝大家支持